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明天来看的话呢 这个不稳定的低压还是持续在明天 依旧会停留在台湾的上空喔 所以明天呢我们提到各地天气依旧来的比较不稳定 多云会有短暂震雨 尤其白天加上热力作用之后 包括了中南部 包括了东半部 还是要提防午后局部的大雷雨发生 接下来等到礼拜天 也就是后天的时候呢 虽然呢这个低压有机会慢慢的往南边移下去 强度也有机会稍微减弱一些些 但没有完全离开 所以在这个礼拜天 北台湾持续呢云量偏多 有些局部短暂雨会出现 虽然降雨之率会稍微降低一些些 但是中部 南部跟东半部地区 天气依旧不稳定 还是要提防中午后局部大雷雨的出现 下个礼拜一您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呢 下礼拜一的天气呢 跟礼拜天是类似的 要等到下个礼拜二之后 随着可能低压 进一步的离开台湾 天气状况有机会比较明显的回稳 到时候降雨会限缩到午后三驱为主了 只是要提醒大家 在季节转变的时候呢 这种天气变动是比较快速的 所以随时都要留意这个预报的变动性了 而温度部分 透过地面天气图也要告诉您 可以看到呢 整个低压我们提到在这个周末 持续会影响台湾 云量偏多 有降雨 所以温度不至于升得太高 但是没有雨的时候呢 在白天各地感觉 还是会来得比较微热一些 这种高温部分呢 有机会来到29到31度上下 但早晚的时候呢 温度相对就比较舒适一些哦 这种早晚的低温 在南部大约25度 至于在中部以及东半部 这种低温大约23到24度左右 北台湾低温有机会来到 22到23度上下 所以早晚的话相对舒适 甚至呢 比较凉爽了 所以呢 这种日夜温差 来到这季节 慢慢就会加大一些些 最后天气上的小叮铃 我们要提醒大家了 可以看到最后呢 这周末 如果您要出游 因为向雨还是会的 出门还是带把伞 尤其呢 连日的好雨 您到山区 要留意可能有吐司松动的情况发生 雨天用路也要注意安全 明天天气透过图卡 一块来关心 明天我们提到呢 持续受到低压云系的影响呢 在北部地区 还是会有一些 局部短暂雨的情况出现的 在白天来看的话 稍微微热 早晚舒适 基隆25到19度 台北24到31度 新北24到31度 范园24到32度 新竹25到32度 苗栗26到32度 中部地区来看的话 明天同样整天 都有些短暂阵雨机会 尤其下午还是要提防 局部的大雷雨出现 海中26到32度 彰化25到31度 南投25到31度 云林25到30度 嘉宇26到30度 而到了南部地区 明天同样整天 都会有些短暂阵雨 尤其午后提防局部大雷雨 台南26到29度 高雄26到29度 屏东25到29度 因为云多降雨 所以温度不至于升得太高 而东半部地区来看 明天同样也会有降雨的情形 尤其东半部到了下午的时候 也要提防局部大雷雨了 宜兰23到30度 花蓮24到29度 台东25到29度 而至于在外岛地区来看的话 同样也都会有些降雨的情形 在澎湖高温30度 未来天气透过图卡告诉大家 我们提到明后两天到下礼拜一 低压云系持续影响 在北台湾持续有些局部短暂雨 尤其中南部跟东半部 午后雷雨的几率 还是会来得比较高 下周二之后 天气才会比较明显的恢复稳定 锁定台式气象 君凯每天跟您聊天期